1比0 因为这个崔庆磊跟马龙打呀 其实崔庆磊也不是很像的 为什么 因为崔庆磊对马龙的理解 包括这个了解特别的深 因为他俩私下关系非常好 也是好朋友 在队里也是好队友 老在一起比方吃饭 或者是就是日常生活呀 对马龙非常了解 所以我记得有那么两次 我看过他们俩打过两次 反正是比较接近 但是我觉得从球路上 可能崔庆磊的球没有那么的先进 他站的比较中间 应该说马龙如果调动 能够正常发挥的话 这个球还是可以拿得下来 因为如果在节目站当中 拽两分的确对马龙来讲 是一个阴影我觉得最清楚 对他需要要调整 调整一下 那输一场没关系 但是第二场的比赛 我觉得马龙一定会竭尽全力 对因为马龙确实对自己的要求 比较苛刻 他平时训练也好 完了日常的生活 就像刚才说的 包括他对自己的训练 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以后 他这种要求非常高 所以他在比赛中 他出现这种情况以后 他对自己打得也非常不满意 他不是那种就是可以原谅 就是说这个今天我输两分 所以我觉得这场球上来 有可能他还是颓势 但是他会积极地去想办法 好比赛 三比四 五比三 两个人打这个马龙的战术 几乎是相同 都是这个反手拧拉马龙的正手 你看今年马龙准备上 确实也不是很充分 包括短球上两位选手 其实跟他打 都今年马龙整体短球 包括前三板的这个上风度 就这种球你看 他不是很上风 五比四 平时像这种处理 马龙是最好的 一般跟他打比赛的时候 这种前三板 他不可能能连续接触半高 但就现在有可能 就是因为训练的比较少 包括精力 投入的程度比较少以后 他对球的判断 和手上的感觉 相对会差一些 你看一般来说 他摆的好的 都是这种状态 那你一般人跟他比赛的话 就是很困难 但是他今天频频 在前三板中 他出现一些漏洞 所以说人家跟他打的话 因为他本身也不属于 打球力量型的 对抗型的 所以他这种灵巧 一没有以后 他觉得对方 跟他打压力会小很多 五比六 所以我想像马龙这样的 顶级的选手 首先还是要能够接受 就是输球很正常 对 你可以赢别人 别人也可以赢你 对 是吧 这点上我觉得他应该 就是说不管是输一场 还是输两场 都要坦然接受 对 坦然接受 六比六 再一个呢 他这个刚才我们说 他有很多活动 他要回报社会 是吧 也会影响他的训练 这是必然的 因为从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高难度的球 就能看出来 对 你练得不到位 对 还有一个这个 我觉得马龙呢 他也确实没有经历过 他我觉得他经历很多 但他没有经历过 成为大满贯以后的这个位置 自己的状态 没错 心态呀 技术啊 现在就是别人在看你的时候 已经不是就是一个世界冠军 人家在看你的时候 是一个大满贯 奥运会选手 所以说 我觉得作为他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 被拼 对 是一个新的挑战 以前他还有拼的人 就是他的目标是张绮科 我要去超越张绮科 但现在他已经站在世界第一了 已经把张绮科这个难点攻克了 对 那他对作为他来说 他没有任何的目标了 就是他都赢过 但别人呢 反倒想去攻克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也是对他来说 一个新的挑战 这个拿完大满贯以后 是需要慢慢的去感受 去体会 去调整的东西 是这样 郭彦说的非常在点 非常在理 这是对马龙来讲 一个新的课题 对 因为从奥运会结束之后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世界男子平方球 迎来了马龙的时代 对 那么对他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 大家都会去揣摩他 对 研究他 所以当时丁宁下来的时候 他也老跟我说 他说 现在都说是丁宁时代 我说这是外界 对你的这么一个 风的一个称号 但是如果你自己 也这么认为的话 有可能你会 后边的比赛 都会打得很艰难 我说他就是一个 正常的对手 一个正常的比赛 如果你放不下 这个名字的话 有可能你会 跟别人比赛的时候 你会先上来 让人两三分 这是很正常 那么这局我们也看到 就是马龙还是没有 打出他的一些优势 对 就是他其实 应该和崔敬磊 这样的运动员 这个层次的运动员 他应该比对手 明显高出一块 那么高出这一块 这块到底在哪 就今天没看到 对 因为他首先 他有可能他会认为 平时这些人跟我打 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他总会觉得 人家那个质量 也不是这么高 但是现在人家拼他 就是都跟他打 都觉得输他是很应该的 所以会打出一些超级球 他总会有点 觉得这个球怎么会 人家会跟我这么打 那个球他会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这个是慢慢要去适应的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8比10 这个发球发得很好 角度大 而且是个侧下 侧下选 很急 施行雷是想侧身 没有侧开 对 角度太大 看看马龙这局能不能追回来 对 能不能追回来 把这个发球 一定要想细想好 短的 马龙回摆 抢了 斜线 漂亮 10比10 这局能追成10平了都很不容易 对 这局多被动 对 比分一直落后 马龙是一点一点往回抠 从高球 拉起来 这个反手为什么 10比11 对 因为现在它整体的你看它衔接还是速度下来了 其实平时的话它这个就是一上一发动开始它就完全就起来了 重心就提速了 对它现在你看它整个打球的时候它会停它会有点缓 所以它一下它这个速度一下了以后衔接速度一下 这是马龙最特点的球 整体的衔接速度非常快 你看它现在衔接速度一下降以后 明显感觉给别人很大空间 11比11 现在马龙想得一分 都不太容易 对 觉得状态好不好 先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忘记 你就一分一分的脚 因为你确实这种 他们像他们这个级别的选手 其实平时的训练现在会很少 但是你要通过比赛 其实就是以赛带练嘛 通过比赛来恢复自己的竞技状态 对吧 你就是一分分的 就一分分的咬 虽然谈样很下风也不好看 但是呢 其实最后你只要赢下比赛 一点一点的你这种状态就会调整过来 加油 马龙十三比十一 艰难的赢下了第一局 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 能够拿下来真的不容易 那么观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平常连赛呢 暂时为您转播到这儿 还请您继续关注体育频道的其他节目 如果您想知道本场